众所周知 在当今世界 体育界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 而体育界的风流人物 更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甚至连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被人们尽收眼底 要说起体育界的名人 篮球有姚明 跑步有刘翔 跳水有郭晶晶 跳水皇后郭晶晶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曾经是国家运动员的 她赢得了无数金牌和荣誉 除了辉煌的奥运会四金王 郭晶晶在十余年的跳水生涯 总共拿到31个世界冠军 是中国体坛获得世界冠军 夏季项目最多的运动员 她在市井标赛的成就 更是傲视群方 为祖国争光 当然 不仅仅是因为郭晶晶在体坛上 所取得的光鲜亮眼的成就 还有她与霍启刚的恋情 一个跳水冠军 一个是豪门贵公子 本来毫无交集的两人 命运却戏剧性地用红线 把两人牵到了一起 当年两人因为总总相遇而走到了一起 随后步入婚姻殿堂 如今郭晶晶和霍启刚结婚这么多年 依旧怨爱如初 这让不少人看得眼红 两个人虽然身在好门 但是他们不急不躁 过着自己的安逸生活 并且还经常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别人 经常做一些慈善活动 霍启刚对郭晶晶也非常好 各种宠妻 偷偷的一个炫妻狂魔 惹来许多人的羡慕 两人感情深厚 相互对爱 相互理解 夫妻俩也一起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遇到困难 两人也一起去面对解决 就是要这样的郭晶晶 让霍启刚一直深爱着 她也是霍启刚爱到骨子里的人 如今结婚到现在育有三个子女 生活美满 人生如意 很多人都说郭晶晶相当有福气 是的 她的确每一步路都走得顺畅 不仅如此 郭晶晶除了得到了霍启刚的爱护 还被整个霍氏家族所认可 从当年铺天盖地的下架一词 就能够看出霍家对郭晶晶的看重 郭晶晶和霍启刚这对夫妻 现在在娱乐圈也算是一股清流了 不过据网友了解 对受大家关注的就是 优秀无敌的郭晶晶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呢 很多人对于郭晶晶的成长背景感到好奇 想知道是怎样的家庭环境 能够培育出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 因此 有些人开始在网络上 寻找关于郭晶晶的家庭信息 最终 他们发现郭晶晶来自一个十分普通的家庭 她的父母不是社会名流 只是两位普通的劳动者 爸爸在铁路部门工作 妈妈在工厂劳动 可是低调 郭晶晶从小就因为身体健康问题而备受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人可能会选择好好休息 但郭晶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她的爸爸妈妈决定让她去学习跳水 这个决定就此改变了她的人生 如今霍启刚和郭晶晶两人结婚这么多年 当中甜蜜清新的相处方式 刷新了大家从前对豪门婚姻的普遍认知 不禁感叹郭晶晶完全能把霸气跳水皇后和贤淑 豪门媳妇这两个相差甚远的角色 全是得淋漓尽致 非常佩服 最后祝愿霍启刚和郭晶晶两人能够幸福永久 天天开心 快快练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感谢观看